文貴大學 中心大學 文貴大學 中心大學 文貴大學 中心大學 為大家交流一下意見 我先從早上談起 我們早上其實在談就是說 中心大學做一個頂尖的大學 怎麼來帶動我們金方的發展 因為以前大學都比較獨立於社區之外 來自中國各個地方 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中興大學是中臺灣唯一的一間大學 政府投資這麼多資源 應該來創造更多的這個機會 所以就一個計畫師 我把它稱為大學層的文化三小鐘 要把中興大學一個點 變成一個面 就結合大理高中跟台中高中 就是合併 三合併 這樣以後是臺灣唯一的大學 有附設的高中跟高中 這個以後十年國教之後就可以整個延伸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說 跟這個在建成跟復興那個地方有一個國際圖書館 就是數位圖書館即將要過整齊 這個禮拜天 那個其實是中興大學的機會 就可以結合如果能夠在旁邊設第二校區 就是可以打造一個數位文創和教育的園區 而且就可以重任一直到中興大學 整個綠色的走廊 以後的股權車站 捷利南就在那個地方 延伸到中興大學 所以這個變成可以 就是變成一個數位點查 學習 還有這個產業 那這個如果能夠成功就是我們講一個 教育館 或者是說文化館 現在就除了在這個國際化 不是土化 要走這個零端化 所以那個也會跟我們中興大學 跟台中的發展沒有關係 那其實還有第三件事情 我跟中興大學有關係 剛剛才跟我們的教授在講 就是我們的康橋計畫 就是我們漢西的整次 這些年來我也都有參與 然後這個把它變成一條國的 和穿 就是現在幹的差不多 應該也是六月就要完工來啟用 如果是這個計畫能夠往上延伸 一直到這個東門橋 六順橋那邊 它有兩公里六千公尺 六百公尺 會變成一個延伸的我們的後花園 這是第二期的青馬 那甚至也包括往下延 一直到這個 這個整個樹 包括大體到一地的整治 就是這樣子我們的中興大學 就有水又有綠 這個環境 然後又有傳統的我們的這些 既有的學院科系之外 還可以有在這個數位 會有失敗 所有的這些管教育 或文化或產業 所以簡單講 我跟中興大學算是有緣 所以希望說能夠促成這三大的建設 其中一樣就是 康橋計畫 從小康橋到大康橋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這個數位 文創 這個園區的概念 能夠落實 第三個就是三校合定之後 變成一個列車 變成一個大學的生活層 然後用文化三角座的概念 三角座就很肥沃 是我們可以說深入多樣性 最重要的 所以我是很期待中興大學 可以擔演 引頭雅 來帶領 我們整個大培眾 能夠破綻他 那也剛好 李校長還有現在的校長 變一跨入這個社區 包括我們的這個 這個有機市集 或我們的 我們的綠色的這個校園 無土的環境 他其實一個大學跟一個人一樣 你的特色定位在哪裡 如果清主之後 你一定會成功 如果 你沒有這個自己的特色 甚至也不認識自己 甚至對自己也沒有細節 那你做什麼都不是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來分享 的一個主題 就是 佛書自我 但那個前提是要用心謹聽 就要聽啊 除了有人是有信仰 可能是上帝的呼喚 最主要是你內心的呼喚 所以用心謹聽 什麼事情 讓你真正在乎 讓你感動 讓你 就像你 對你有興趣的事情 你若想 沒若想 就會變成達人 達人不是說他為了 我要出你或我要賺錢 達人就是你熱在其中 然後持之以的 就變成 很有生命力 很有精神 很有特色 所以 我算是一個 48歲 你們的歲數的兩倍 甚至多一點 已經走到人生的下半場 那你們還在 如果籃球來講 你們還在第一回合 還沒有進入到中場 那希望說來跟你們 藉由對我個人生命史的一些回顧 哪些經驗 我們今天回想起來 可能是在人生的路上 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 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來展開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說 在個人裡面每一個人 差不多二十歲出頭 正是人生一個 很關鍵的階段的時候 能夠 活在 活出一個 這個真正的一個 特色的生意 那這瓶 那這瓶 相片 有沒有看過 有 在什麼時候看過 他問是什麼地點 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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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你 你看到這一個相片 或我們看板 的感覺是 是舒服還是不舒服 舒服 那舒服是因為 很重要的是 其實正式的路 大部分都在講話 很吵得很聽 所以有句話講說 其實 你的嘴巴一開 耳朵都關起來 那尤其是 我們說 現在有十五人 在村 是村 是村 村一村 尤其是四十歲以上的男人 我跟你講 我的社會經驗 會改變的幾乎是沒有啦 機率很低啦 差不多3%的5%在我 就統計學上來講 為什麼 因為男人 常常有這個 很自我重心很強 然後 其實 聽不下別人的話 所以 尤其 對於這個 不同的意見 很多人 其實是選擇性的 來這個 就是 抗拒或者是以往 所以 如果大家有一天 你都覺得 你已經只是在講話的時間 超過 你聽話的時間 你就要開始調整 這個很簡單的 你一天裡面如果從早到晚 你都是屬於講話的那個人 你就是不會進步的人 因為你又放空 所以你沒有辦法吸收 很多 人家的想法 所以 用心請聽 那 也許天使對你的呼喚 能夠 把握住 所以 有一本書 就是說 人死後的第一堂課 就是到了天堂之後才說 天使 見到之後 其實他覺得死成相識 其實在人生裡面好幾次都來跟他 靈靈提醒 可是我們都沒有把握住 所以不要忘了 你生命裡面 不管喜怒哀樂 很多的經驗裡面 其實都有天使在裡面 那你要聽見天使的聲音 要用心 用心去感受 不是用頭腦 去理解而已 因為心 其實它是有耐動 是有節奏 那用心去傾聽 然後放空給自己 然後你會更清楚知道你在用什麼 所以活出自我的意思是要 活出你 就是這個self 就我們講的I I am這個I 要變成一個 有主體性的自我 但是要活出來自我之外 就你不能那麼自我中心 你一定要能夠聽得見 看得見 這個別人 這個世界 所以這個活出自我 我把它詮釋就是說 那個出是becoming 也是beyond 就becoming yourself 或myself 然後也beyond 超越就對了 其實我這個人生的過程 就在成為自我 然後最後就超越自我 那從小我 到跟大我 能夠啊 非常的 和諧 所以 我問你 這個小孩講什麼 你的想像 有沒有去看過這個看板的時候 會很好奇說 這個小女生到底在講什麼 這個留待我們有機會我再跟您講 總是一定是 小孩子是同心同癮的 他絕對不會講 不是他心裡的話 對不對 小孩子餓就哭媽對不對 高興就笑啊 所以 小孩子就天使啊 天使在跟我們講話 所以大人等 尤其你們現在還有 但我像我有小孩 我有時候小孩子絕對不會吐病 沒有事情 他一定是有感覺 他可能語言能力不強 沒有辦法精確的告訴你 但他一定是有感受的 他只會哭 鬧 笑 對不對 但能越大的 就是越壓抑自己 你真實的這個感受啊 越來越沒了 那我在講這個就是說 其實我回顧好我人生的上半場 我如果今天有什麼樣 剛好這個榮幸跟機會站在這裡 成為一個很有特色的人 叫林嘉雯 那是因為啊 我在每一次的人生的經驗當中 我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 雖然可能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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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而我順著這個聲音在關鍵時刻啊 做的決定 累積起來變成今天的我 所以在當時看出來很多的決定 比如說我們每一個人 選擇這個科系洋服 對不對 或未來的工作 或你的對象 那個選擇本身啊 一定有很多 你自己的感受 但是也有現實的考量 結果你最後的選擇啊 遵從的是你內心的感受 還是一時的一種厲害關係 這個是我認為一個人啊 能不能在人生走出一個有 就是說 這個變成一個 就是說發光發亮 然後的一個 這個有熱度的 的生命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選擇 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 所以 一枝草一點路 生命會找出路 所以我希望說你們現在面對到人生啊 一個新的階段的 關鍵的選擇的時候 你們是要出去之後去選 的這個工作啊 是一定現在跟你科系有關的 還是不一定 那你就是對你所選擇的科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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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要進入職場的時候啊 那我就要想要你重新有一次機會 我來反思 要不要繼續走這條路 或者是說啊我就已經 不走這條路 那我要走一條是要去賺錢的路 還是走一條能夠有民生的路 還是走一條有權力 可以做一個領導的路 這些都是現在的你們 還剩下一點時間 回顧一下自己的生命事 所以我會帶著大家 透過我的生命的分享 大家不一定要去做跟我一樣的事 但是我事後越清楚 我們講孔夫子講的 三始而立 四始而不獲 五始而知天意 我差不多已經走到知道 我這一輩子 我是什麼樣的人 我的天意或我的 我的目的底 或終極的 這個結果會是什麼 那 所以我們到下一頁 其實生命啊 如果你問我要下個數節 其實它就是不斷的選擇 只是這個選擇是你習慣 Follow 別人把你規定好了 一日三餐 一個禮拜工作五天 然後Follow 這個社會給你制定了遊戲規則 還是在一些關鍵的地方 你選擇跟很多人慣性的 想當然有的不一樣 那就是很有意思 表示有一些另外 在告訴你說 大家都這樣子 那你可以有另外的選擇 一個人生其實在關鍵點的選擇 就走向不同的路啊 哪一次是你抗拒一些眾人的眼光 甚至在你失望 來自於絕望的時候啊 你還堅持走下去 那個就是代表 是 有天使在跟你呼喚 那麼 以我來講 我是窮人家出身 我在年考裡面是 幾乎是榜首 好像借奏 但是我練了文科 而且最後選擇的不是商或文法 而是正式 而我記得台大 我選擇啊 做學生力道抗爭 而當大家民主化之後 都去選舉做官 我選擇出我身上 而當我回來教書 之後呢 有一個穩定的工作啊 我因為衝動 或因為熱情 我選擇了 投入政黨為替 然後因為 欸 這個執政到一個階段之後 我辭掉新聞局長 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叫做台中 對不對 從零開始 想要跟這個城市結合 去選市場 當我經營了 這個五六年 我舉手可得可以選的時候啊 我選擇 讓有別人支持 書家選 來參選 然後當這個時候 我在政治的旅途上 到底要繼續 還是要改變 然後我退了之後 投入了立陶原選舉 用另外的幫式啊 想要去實現我政治上的理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看事後都很自然 其實每一個生命的抉擇呢 其實如果你會覺得 就是要去下這個決定的時候 一定要忠於你最財富的價值觀 你的感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人跟動物不一樣 是什麼 其實就是 製作 動物是極體的 然後動物啊 它基本上是 遵隨本的 動物也沒有在計畫未來要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動物 吃薄了 也不會想去 就是 就是 真名國立 它 分隨的 就是一些動物性 那我一說 人啊 每一個人當你從 變成從動物啊 是 四隻腳的話 是 應該講說 不管你是加速或加強 你看到的世界啊 就沒有辦法再頂天立地了 那人 決定啊從 爬蟲類 從動物啊 站起來變成一個頂天立地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關鍵的決定 你可以繼續做猿猴啊 對不對 但是你把你的腰椎挺直之後嘛 你已經不可能再回去爬了 你已經變成了 所以人是有靈性的 所以人是身心靈 都有啦 人不是只有 動物一樣 的一些特質 所以我認為說 不管你願不願意 是一個人 其實你存在的意義在於 你有自由 自由就會啊 做選擇 我們一定要爭取啊 有自由去做選擇 那我們也要啊 去承擔選擇的自由 的後果 這個就是當一個人成年 或一個人變成一個 有行為能力的人 或一個人從洞穴走到外面 看到世界之後 讓你再回到洞穴 你的心靈啊 不可能受到疏禮 哪怕你的軀殼啊 是被彎住的 因為你的這個精神世界 已經沒有辦法 受你這個物理環境的限制 所以 如果你問我說 一個人 存在的意義 其實這個代表你的一種權利 也是一種責任 就是因為你有自由 有自由這件事情啊 是你要去 你有這個權利 你要為這個自由的代價 是一樣的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大家都很熟悉的東西 來 好 下一位 下一位 好 林書豪啊 跟你們年齡差不多啊 林書豪啊 讓你們想到人生很多課程吧 好 我是 如果是老師 我發一個 請大家寫一下 他對你的啟發是什麼 我想喔 大概每一個人不一樣 不然如果方便的話 我們發個子啊 你在結束的時候 可不可以回收給我 你從林書豪啊 這個人的故事 你對你來講 哪些讓你覺得上了一課 那 如果說 我認為 林書豪當然 從小做人來看 因為他是這個 所以在這個 美國那種社會 可以打很窮 這個是很多人認為很特別的 有些人認為說 他是阿國大學的 竟然沒有去華爾街 跑去做運動 做為他的一個 這個 置業 那有些人說 他竟然 這麼不知道天高地高 這個選秀都沒有進對不對 早就應該要離開了 還繼續賴在 想要打NP 我就說 有些人說 他 很特別 那你去好好去想想 林書豪哪裡讓你感動 我認為 讓我們 至少 不管你學到什麼課程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他做自己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 他知道他在乎什麼 他的生命會發光發熱 是因為他知道 他不是去計算結果 他是覺得他尊重他自己 內心的那麼誇張 他投入一個 能夠讓他感動 這一件事情上 而這個 最後的成就 冠獎 林來投 等等 我想他在 運動史上已經 其實是 創造了很多不可能 很多的紀錄 最重要的是我覺得 他跟美國的 你們所看到的 很多的運動家 一支獨秀是怎麼樣 他在籃球裡面打的是 後衛 他有一個 靈體系 靈System 對不對 他是用一個系統 在跟人家打球的 所以 他的特質是 他堅持做自己 但是努力為團 你 比如說 他這個自我 很清楚 他知道 他在用什麼 但是 這個自我 是在一個團體裡面的 成就之後 他的生命第一 或他的成就 才出現 對不對 所以 一個人比一個人 因為他不是最好的 但是 他的系統 比起個別 大概很不夠的 或比較沒有系統性的 投對 那 他的威力好像加成效果 所以 意思說 我們的人 之所以 會變成 有文明 是因為我們是社會的光明 這個 亞里斯多德蘭 很多的哲學家都講 那 這個就是小我到大我 也就是我講的 活出你自我 但是也活出你自我 這個小我之外 能夠在一個大我裡面 把人跟人 人跟社會 人跟環境的關係 處理得很好 人不是獨立存在的一個一個 思考 人是在一個社會裡面 包括家庭 包括你的這個社團 包括你的族群裡面 所以 我覺得說 你們的年齡也差不多是 林書豪這個年齡 我們不可能去做林書豪 我們沒有那樣的一個背景 但是 怎麼做 你自己 好好的 回顧一下 在生命當中 走到今天 都是隨波逐流 還是曾經來一次 你自己跟你的爸爸一起不一樣 跟老師的介意不一樣 那個就是 我好好的去把那個 選擇 把它寫下來 回去今天做這個功課 那一條如果是一個線 有跡可循啊 你就follow這個線 你 就會三十而立 四十不破 五十之天立 六十啊 從心而順 那你無愧此生啊 七十之後啊 就可以去尋上 以前人的佛道是 差不多七十已經是古蘭奇 好